Hello 大家好 這條影片跟大家重溫 剛剛浪漫勇士在1.30左右跑完登堡錶 結果是跑第四 賽後亦有沈澤成及騎士脈道朗的訪問 不過看他們的訪問之前 這時候都是去一去片 看看浪漫勇士今場熱身賽跑得如何 這場馬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看他的組段 老實說麥道朗並不是說可以解決那隻馬 當然也是因為這隻馬初出很新鮮 本身有些厚的馬 田泰安也試過幾次扯大纜 只是想不到麥道朗以為姜誠更好 但也不是解決得好 以一個大師傅來說應該要求高一點 起步已經看空了 預了拾一檔都是要用威懾 看空的馬有點鬥厚 看見頭在轉轉轉轉 還有口有點壓大 其實馬頭斷很難去操控 麥道朗幾經辛苦跑到弱幕 約400-500米 才找到二碟第四位的遮擋 有遮擋之後 如果你有看馬頭 他還未操控得好 你看看麥道朗也會輕輕壓厚一點 去捉住那隻馬 而且馬口還是輕輕拉大 還有點緊 但這裡也很明顯 但這裡已經跑了800米 預備入彎 到後來這裡才走得較為順 但預備入直路 才有原本的二碟第四 再拖後一點去到第七位 其實花了頭半段時間 都是人馬角力 這場馬密道朗 操控得不太好 這場馬也很難操控 因為馬很新鮮 進入直路了 第二個重點 看看浪漫勇士 這個位置還有點小 開始比起上來 你留意外面的頭馬 踏金行 再拖上去之後 麥當原本打反手邊 不再讓騎 看到前面那隻馬 說一衝過了 也知道不能勝出 只能不能讓 不停 是不停 反而不強 尼度心 轉均速 後面那雙馬 有很多長途馬 浪漫勇士後面的勢力是不強的 轉均速而已 賽後沈澤成接受了訪問 東網報道沈澤成說隻馬是略大失望的 跑完後隻馬是有點喘 而且身體也略大有點重 你看到最後浪漫勇士的出貨 隻馬的身體還未收得很漂亮 而且前腳出去有點軟 8成多的狀態 就是跑到第四 沈澤成也說這場跑完後 下場跑完才知道現在要去到哪 才可以決定要再做多些什麼 再做多少東西 來推動那隻馬 我覺得他說得很適合 再加上天氣又時動時熱 那麼久沒跑 然後整個出賽程序 事前又要照樣照樣照樣 照了兩次 又要打一些震靜劑 即是搞了一大輪 因為你要明白 不要只說馬 人都是 你整個出賽模式不同 做的事都不同 你讓他走一轉 嘗試原來澳洲跑了一轉 或者跑之前做的事 是會這樣的 變相你適應了別人的套 人就知道怎樣安排操練 這隻馬又是一個情緒 原來運過去要一段時間 然後又要在後面走一輪 跟香港不同 起碼他的情緒會更好 最重要的是 心雜誠也說 令他跑得舒服 其實放前後後一點也沒所謂 隻馬跑得舒服便會倒出一段臂 下場角士盾繼續暴處 好,騎鍊的訪問完 說一下我自己怎樣看 第一件事 這場有個意外 我沒想到密道朗會弄一隻馬比較搶後 其實他不是第一次出手 我記得他在馬會杯的時候 上季 都是復出第一次 可能當時的步速再快一點 他沒有太大鬥口的問題 但這次我想頭段最少花600-800米 去設定馬 以及馬頭、口 其實浪費了很多力量 所以這件事我始料不及 我猜不到密道朗 在操控方面 不能夠做得很好 第二件事 你說他的路 他不斷移動 但就算不斷移動也好 老實 你能夠騎馬 你感覺到馬有多少 如果馬是有 他感覺到的話 肯定會讓他去 不會說馬有 我都要拋住他 不是 你看到最後落馬傲士的勢力 是不強的 前腳出得有點弱 他感覺到馬不算太多 再加上一比那隻 外面的踏金行 一衝過了 沒有增性機會 便會收 但就算他輕鬆一點 如果馬有勢 最後不會比後面的馬 越追越貼 所以馬其實是 早段用多了 再加上 太得八成 沒斷 所以沒有什麼爆炸力 不過接下來 月尾這場角士盾 他應該都會對回這隻 其中一隻對手是 踏金行 即是這場勝出他 因為幕後也是說 跑物業半杯之前 會再加上角士盾 現在那隻頭馬 踏金行 外地說是落到7倍 第四的熱門 浪漫勇士依然都是選擇 來的 看看到時候 怎樣跟浪哲 那隻什麼 興取勝 加上興取勝 歐洲軌那隻 我也是那句 不用失望 這場不用失望 這場跑完之後 我覺得馬會推上去 還有一點 因為滿利谷 只有180米 你踏金行 2000 跑一場 我當你有新鮮感 你再跑下去 你再加上滿利谷 只有180米 看看你怎樣沖上去 都是浪漫勇士會 會有好處 會有好處 我也是一句 跑自己 自己處理好狀態 自己適應到環境 適應到 又要照顧 又要打一陣子 適應到 希望那隻馬 跑了一場之後 就入局 幕後 你要明白這件事 他們都知道那隻馬 是不夠的 不過都要跑一場 因為知道不可能 只靠操 是可以直接跑各士盾 一定要讓他跑一場 那裡又沒有市站 你要早點適應 那一套出賽的模式 賽前的操練 以至他們的程序 你要走一趟 你要等隻馬可以入局 所以不用失望 我繼續支持他 不過支持他 心裡的支持 10-20元 難道買他的WIN 不是的 兩樣東西 我分得很清楚 買一買 我只要直撥 求贏 他代表香港 我精神上 我會很支持他 很現實 接著就是風暴消息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個風 原本說 東北季後風 會弄到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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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不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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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現在天文台掛球,免得一群打工仔 甚至星期都是不關事的 免得你這麼晚,上班一小時後 然後又說明天8號,你回歸,不會的 所以昨天掛到今早8點,即是今早一定不會有8號 但這次不同,最少掛到明天6點 很大機會會不會是明天6點又有更高的訊號呢? 到時候就看看吧 假設明天8號,即是明天8號 風又走得慢 明天下午才最近香港,或是中午前後 怎樣跑馬呢? 打牌就可以了 5-5球,所以大家自己倒閉了 未必一定有馬跑 原本肯定會有,但現在自己倒閉了